哈喽大家好,那么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宝马320呢,是属于宝马的改种改,所以说呢,它没有搭载任何的比较好的音响,所以说呢,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如何使用12块钱来提升你的整个车的这个音响品质,而且呢,是质的飞跃,非常非常简单,那么我就教给大家怎么来使用,而且呢,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从某榜上直接就可以买到啊,大家我记得好像是,如果说你要选配的话,好像是要 两万多块钱,好像人民币,那么就等于为大家省了两万块钱啊,如何为大家省两万块钱,在大家选车的时候啊,就大家去选普通音响就可以了,哦,对,这是我天亮天买的 盒子,我觉得报酬啊,虽然说看起来只是碳纤维的,但其实是这个塑胶的 OK,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没有任何标志的啊,并不是所谓的哈曼卡顿一箱,或者是宝华伟健,或者是BO啊,所以说教给大家如何使用12块钱来提升 那么就是我手上的这个,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可以使我们的音质啊,仅需要啊,一个是6块钱,所以两个是16块,12块钱来提升我们的音质啊 所以说非常简单啊,我们把它插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某宝啊,6块钱的这个标啊,那么我是怕运输问题,所以说呢,多买了两个,但是其实大家啊,买两个应该就够了 然后这边呢,有这个助年计啊,下面说呢,看到上面说是这个,呃,污水,然后呢,四处包装,在那个要被贴的表面上擦两下,然后就可以了 哦,它喷水了,OK,我们把它呢,这个助年计,哇,哇,哇,这个味道,巨难闻啊,巨难闻,OK 我们只需要呢,在这个地方呢,擦拭两下,对吧,我们的音响这个位置擦拭两下 包括对面的音响也是,因为贴嘛,不能只贴单边,对吧 OK,擦拭完成以后呢,哇,这个,这个材质好难闻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提升音质的东西给接下来 OK,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音质提升神器啊,呃,大概位置就可以了,让别人知道你是哈曼卡顿就行了啊 啊,我就加转机带,大概贴个位置,我就不非常的具体贴啦 OK,我其实,我现在发现了啊,便宜美好货啊,我真的不是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个六块钱的啊 整个质感真的,很差很差,也没有那种原厂的那种反光效果 不过无所谓嘛,这个,呃,只要听上去呢,音质就有质的提升,我们把它,把车找一下,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它的这个声音吧 OK,我们哈曼卡顿,那边也有哈曼卡顿,所以说呢,我们找一下车 然后,把手机放上去 完美,我最近有特别喜欢小米的这个充电,充电器啊,嗯,光年之外吧,最近挺火的,我觉得应该挺蛮火的啊 这个词员 medications 中文字幕——YK 大家看已经看不出来 那么我刚刚已经听出来了 那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棒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它在我贴那个哈曼尔卡顿标之前 它的整个声音都呲得不得了 高中低音全都没有 垃圾的不得了 但是在我贴完哈曼尔卡顿标以后 整个车的这个声音 我觉得完全比宝华伟健还要好 简直是太棒了 那么我下一次呢 打算就花句子呢 再购买宝华伟健的这个标 我们再贴上去 我们再来听一下 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提升啊 那么就是这样子啊 用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好 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式 来进行对你的这个车 不管是车也好 还有你的手机也好 对了 下一步呢 就要给大家如何 让苹果成为拍星星 拍月亮的神器啊 那么期待下一期的教学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OK那么大家其实都知道 刚刚的视频纯属搞笑啊 这是我只想说就是很多人啊 就是说贴个标或者怎么样 就觉得声音非常好 特别是国内有特别多 为什么有这个贴标呢 就是因为国内有很多人 其实这么干的 就是他的音箱在拆车时候 后来发现他并不是 哈曼卡顿或者是宝华伟健 今天就是贴了个标而已啊 虽然我也是贴个标 但是我就是纯属娱乐 一个锅一会儿 我就会去摘掉 所以说 不要觉得我好像是怎么地 我就是觉得挺好玩的 后来我会拍张照片 然后呢 发一下朋友圈 说 我刚刚画了两千刀 升级了一下 哈曼卡顿的印象 好玩一下而已 那么北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视频 请关注台湾GP的订阅账号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